另外一年一度的職棒明星赛今天开打了 今天下午在天母球场举办红白明星对抗赛 除了选出球迷最喜欢的明星比赛之外 赛前还安排了各项球星的热身活动 希望能够炒热气氛 而总统马英九也到场开球 宣示政府力挺職棒的决心 好球 好球 黄总统特别换上棒球衣戴上棒球帽 会中华職棒明星赛开球 为了凸显政府力挺職棒 马政府府员高层都到场 不过因为行程耽搁的马总统 这场开球仪式也延后将近半小时 马总统致辞特别尖端有力 就怕延误了球迷看球 我只有三句话要讲 一 整个八年 中华職棒明星对抗赛总载又回到了台北市 第二 我们中央政府 把今年定为振兴放运元年 我们一定会全力相挺 马总统的细心就是要展现球迷伟大 而这周的明星赛职棒联盟 更是煞费苦心安排 除了马总统还有四位可爱的小小球员 共同开球吸引球迷目光 而比赛前还找来歌手 冠一纯演唱以及冒搏主持 当然明星球员的趣味比赛 都是要让买票进来的球迷 有指挥票价的感受 职棒明星赛正式开打 棒球场上又出现许久不见的 满满热情球迷摇旗呐喊 不过和以往明星赛爆满的情况相比 还是有努力空间 职棒联盟卯足全力炒热气氛 就看明星赛能不能吸引球迷 重回到球场 越少因为去年迁入风波 重挫票黄的阴霾 接着丁确应累齐台北报告